我 我一天一天 锁定嫌犯出现 警方当间行动 第一时间就把人压制在引擎盖上 另一边身穿橘色上衣的男子 头戴鸭蛇帽 双手反靠坐在路边 他就是涉嫌贩毒的诚信刺亲师 有什么不够取出来 都知道什么都好 顺利控制行动 顺旦搜索住家 原警拉开抽屉 一一清查里面物品 任何蛛丝马鸡都不放过 我如果有女生 我会告诉我 眼见警方上门还是读狡辩 但屋内成功找到 毒品及电脂磅秤 当场让他哑口无言 你自己通气知道了 可以啦 警方分境合集 在逢展夜市街头 逮到毒品通气的理性嫌犯 在循限进行第二波弃毒行动 我刚刚有出去自首 你去哪里自首 我刚刚走到外面去 我到外面去 你走到外面跟谁自首 跟天空国 嫌犯置之难逃罚网 只能乖乖就范 警方掉然后发现 55岁的成细男子 在台中东海商圈经营刺青店 因为自己染上 吸毒恶习 发现贩毒有利可图 于是伙同亲弟弟 从事毒品买卖 为了怕被抓 采取货源制 只卖给刺青客人 每次交易都只准备 客户需要的量 不会另外存货 以降低被警方查过的风险 采取货源制 反而流向关键证据 警方顺头摸瓜 从下游往上追查 终于揭开 贩毒刺青师的真面目 最喜欢的就是在这边的报道 中文字幕——YK